你知道巴黎奥运会中国队有望夺金的双人组合都有谁吗? 第十名,郑清文·张之珍,夺冠概率30%。 奥网新科亚军郑清文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第七, 张之珍也进入男子排名前50, 他们也已经确保巴黎奥运会入场券, 搭档打混双应该问题不大, 李娜得过北京奥运会女单第四名, 李婷·孙甜甜拿过雅典奥运女双金牌, 随着中国男子网球的崛起, 混双实力大增, 而除大满贯和奥运会, 没有存在感, 所以各国夺冠的机会都差不多。 郑清文和张之珍的强强组合并非毫无胜机。 第九名,江染新·张博文, 夺冠概率60%, 江染新是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手枪同牌和混合团体冠军, 也是2023年巴库射击市井赛女子十米气手枪冠军, 状态可谓非常好, 而张博文同样是2023年市井赛男子十米气手枪冠军, 这对强强组合在杭州亚运会毫无悬念 夺得该项目混合团体冠军, 但由于手枪的偶然性较大, 且到了奥运会抢手如零, 能否摘下这枚金牌, 还要看临场发挥。 第八名, 郑思维·黄亚琼, 夺冠概率70%, 雅思组合现世界排名第一, 他们合作夺得了2018年南京, 2019年巴塞尔和2022年东京三次市井赛混双冠军, 但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, 他们以一比二汉赴黄亚组合, 未能实现大满贯, 雅思在巴黎奥运状态依然不错, 但在2023年哥本哈根市井赛 以一比二输给韩国名将徐承载蔡又丁的组合, 巴黎奥运会这对组合依然是郑思维和黄亚琼的劲敌。 第七名, 黄亚琼·胜李豪, 夺冠概率75%, 就在大家对东京奥运首经得主杨倩未能入围巴黎名单, 而不胜唏嘘时, 更年轻的黄亚琼冲出来了, 他夺得2023年巴库市井赛女子十米七步枪冠军, 而他的搭档圣李豪则是东京奥运会男子十米七步枪亚军, 黄亚琼·胜李豪还夺得巴库市井赛混合团体冠军, 以及杭州亚运会冠军, 东京奥运会既步枪和既手枪的混合团体都被中国抢走了, 巴黎奥运会依然竞争力十足。 第六名, 陈清晨·贾亦凡, 夺冠概率80%, 和雅斯组合类似, 凡陈组合也是市井赛成绩更好, 他们合作出在2017年格拉斯哥市井赛夺冠外, 更是在2021年维尔瓦, 2022年东京和2023年哥本哈根市井赛实现三连冠, 但很遗憾在最重要的东京奥运会, 以0比2脆败给印尼名将哈拉优玻璃的组合, 相信他们非常希望能夺得巴黎奥运冠军, 但女双外国高手也很多, 大家水平在伯仲之间, 临场发挥很重要。 第五名, 陈奕文·昌雅妮, 博冠概率85%。 相较于女子十米台双人, 女子三米板双人的人气似乎没有那么高, 但这队依然是王牌组合, 陈奕文和昌雅妮在2022年布达佩斯, 2023年福冈和2024年多哈市井赛, 单人项目虽然互有胜负, 但在双人却实现了三连冠, 巴黎奥运会将是陈奕文和昌雅妮首次参加奥运会, 相信他们对这块双人金牌是在必夺, 但也不是没有变数, 在2024年市井赛, 他们只领先亚军23分。 第四名, 徐师小孙孟雅, 夺冠概率90%, 或许大家对徐师小孙孟雅这队组合比较陌生, 因为他们属于不太熟悉的项目, 皮滑挺, 虽然项目不太有名, 但成绩却毫不含糊,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, 他们就以绝对优势夺得女子双人滑挺500米冠军, 在2022和2023年又是现该项目市井赛两连冠, 再加上2019年市井赛冠军, 可以说最近五年, 只要他们参赛, 还没有让世界冠军旁落, 巴黎奥运会, 徐师小孙孟雅依然是夺冠大热门, 第三名, 孙尹莎王楚清, 夺冠概率95%, 在东京奥运会, 刘诗文许新的组合在领先两局的情况下, 被东道主日本队的伊藤美城水谷笋逆转, 丢掉首次进入奥运会的乒乓球混双金牌, 巴黎奥运会这枚金牌可谓势在必得, 而中国应该会派出男单和女单世界第一的王楚清和孙尹莎, 他们已经在2021年休斯顿和2023年德班士拼赛 实现混双两连冠, 但各国只能派一队混双参赛, 稍有闪失就可能出现变数。 第二名, 王柳毅王千亿, 夺冠概率98%, 即奖文文奖婷婷后, 中国花样游泳又出了一对实力极强的双胞胎姐妹花, 他们夺得2022年布达佩斯市井赛花样游泳双人冠军, 创造了历史, 但在2023年福岡市井赛, 这对姐妹花没有吃透心更改的规则, 仅拿到银牌, 在2024年多哈市井赛, 他们又以绝对优势夺回这枚金牌, 花样游泳失误的可能性极小, 所以他们的目标自然是巴黎奥运金牌, 唯一的变数是俄罗斯能否参赛。 第一名, 全红禅陈玉希, 夺冠概率99%, 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双子星在女子十米台单人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, 谁能夺冠全品临场发挥, 全红禅夺得东京奥运会冠军和2024年多哈市井赛冠军, 实现大满贯, 而陈玉希则在2019年光州, 2022年布达佩斯和2023年福冈市井赛, 实现了三连贯, 但他们组成的双人组合几乎是无敌的存在, 不仅已经夺得市井赛三连贯, 且都以极大优势毫无悬念夺贯, 可以说只要没有出现重大失误, 这枚金牌几乎毫无悬念, 你还能想到哪些可能会取得好成绩的双人组合呢?